康熙46年,黄河暴涨,十几道河堤绝口,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 这场灾难给整个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康熙皇帝也深感国家的危机 康熙皇帝在面对黄河暴涨,河堤绝口以及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下 接到快报后急招珠邦大臣一事 然而,太子印仁与康熙的嫔妃郑春华偷欢来迟 太子印 康熙的问话更无以对答,引发了康熙的阵 银扔 儿臣在 你是太子 你说,该怎么办 儿臣以为应该马上救灾 休 马上休何滴 怎么救灾 怎么休何滴 这 黄阿玛,英明罪断,自有主张 朕是有主张 朕现在问的,是你有什么主张 招珠王大臣一事 然而,太子印仁与康熙的嫔妃郑春华偷欢来迟 对康熙的问话更无以对答,引发了康熙的震怒 与此同时,四阿哥印珍在户部查清了国库的空虚现状 意识到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和款项可供掉拨 印珍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阵级救灾的方案 儿臣印珍有话沉奏 儿臣叩见黄阿玛 宁珍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到 回黄阿玛 儿臣到户部清理国库存银和栽区临近树省的存粮食数去了 华阿玛 户部是八哥奉旨该管 四哥这是阅祖带袍 明珍 十阿哥的话 你听到了 你怎么说 户部是八弟该管 但是华阿玛曾对儿臣说过 叫儿臣平时多多流行国事 军政明悟 犯有重要建议 要随时向华阿玛和太子奏臣 好 那就把你清查的数字说来听听 刚才印刺沉奏 应立即降旨 向灾区临近树省调粮和户部拨款 儿臣都已听到 可据儿臣所查 临近省份已无粮可调 户部也几乎无款可拨 现在户部能拨出的库银 已不足五十万两 又要赈灾 又要修低 杯水车薪 至少缺银两百万两以上 这是清单 请黄阿玛预览 这些年 显爷把国事交给太子 还有你们这些阿哥们协同办理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我们还深眼不知道 宁仑 你怎么说 还有意思 你是监管户部的阿哥 亏空如此 你还在什么当务之急 什么不款抢丘 儿臣有亏之手 请黄阿玛治罪 应真 你说 儿臣于剑 立刻拨出库银四十万两 在直立一带 向富户买粮 急运灾区 以解燃煤之急 起于不足之术 立派钦差前往江南筹款购粮 镇计灾民过冬 抢修已坏的河地 灾患如此 皆因人事不休 人事不休 上天才降下灾祸 宋史玉国同体 这水今天淹的是百姓 如果我们不能好好感知天意 这水明天淹的 就会是这座紫禁城 康熙四十六年黄河暴涨 河南山东多处河地绝口 淹没填土房屋无数 河南急报六百里加急 起奏皇上 二哥 怎么了 还能怎么着 当了三十年的太子 见了皇上 就跟浩子见了猫似的 老八他们几个 还时不时地给我下药 还有人呢 背着我向皇阿玛请功 我这个太子啊 当得是太窝囊 二哥 我到户部清查账底 等为了给您提个险 没想到遇到那当口 箭在悬上不得不发嘛 我可不是为了邀功啊 老四啊 我又没说你 你何必多这个心眼啊 你到我这来 是不是想让我跟皇阿玛说 派你到江南 出款赈灾的差事啊 二哥 您说 这差事我去还是不去啊 没保护就甭去 二百万银子你向谁要啊 就算筹到了 还不得得罪一大帮人啊 老四啊 怎么说啊 你也是我的人啊 差事要办砸了 我怎么保你啊 太子千里则骨百万灾民 直接关系到咱大清的江山设计啊 身为皇子 臣弟愿为皇阿玛分忧 为太子分牢 狗立设计 我跟皇阿玛说去 第一点是 印针的才干和领导能力 康熙皇帝意识到 四爷印针在处理复杂局面 和解决问题方面 具有出色的才干和领导能力 从印针对国库情况的调查 和提出阵级救灾方案的表现 可以看出他在财政经济和救灾领域 有独到的见解和决策能力 康熙对印针的才干和能力 有很高的信心 认为他能够在灾区 有针对性的开展救灾工作 第二十四爷印针的自我引荐 印针在户部查清前两史书后 提出了阵级救灾的方案 引康熙重视 康熙皇帝认为 印针有着出色的才干和领导能力 能够有效地组织救灾工作 此时的印针主动提出去江南赈灾 无疑是令康熙皇帝刮目相看的 第三是王位继承的考虑 康熙在考虑派遣哪位皇子 去江南赈灾时 也会考虑到王位继承的问题 印仍作为太子 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 康熙更希望他保持在京城 以备不时之需 四爷印针以及十三爷印祥 起初并不在王位继承的最前线 而且是忠实的太子党成员 所以派遣他们去赈灾 不仅不会对太子的王位继承产生威胁 反而是有巩固作用的 这点从康熙的评价太子 举荐四阿哥 是可以看得出的 第四是锻炼印针的机会 康熙希望通过派遣印针 去江南赈灾 来锻炼他的能力和领导裁丹 灾难面前的救援工作 需要处理复杂的情况 和面对各种困难 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可以让印针亲身体验 管理和应对灾难的现实情况 为将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做好准备 第五是体现人文关怀 康熙皇帝认为 派遣皇子去赈灾 可以体现皇室 对老百姓的仁爱之心 同时也可以让皇子们 更好地了解民生疾苦 增强他们的治国能力和责任感 康熙皇帝决定 指派四爷印针和十三爷 前往江南赈灾 印针的才干和领导能力 与江南地区的关系 王位继承的考虑 以及锻炼印针的机会等因素 使得康熙皇帝相信 选判印针是最合适 此次 本贝勒和十三辈子 奉皇上圣命 到扬州筹款购粮 振绩灾民 还要仰仗你和诸位 上体圣心下解民宽 多多协助啊 愿为四贝勒爷和十三贝子 孝老 这话我不爱听 什么为我们孝老 你们做的是朝廷的官 心里只能有朝廷 而不应攀缘私门暗存党界 但凡实时处处 以朝廷大举为念 就能存心公正 处斥清明 这官就能做好 顶带就带到安稳 我说的可对 四贝勒讯会 乃至公至正之理 谁敢说不对 敢不敢说是一回事 愿不愿做 又是另一回事 可是我有言在先 对那些口是心非 阳奉阴违之人 本贝勒可先斩后奏 承明 下官在 你治下的扬州支县 田文静为什么没来啊 田文静因处事操窃 至县无方 已被停职带参了 可是据我所知 田文静再任三年 赋税前两年年年到复第一 处置诉讼刑狱 也还算公正干练 你怎么给了他一个 至县无方的考语啊 回四贝勒 田文静在任三年 虽也不无功绩 可处事偏颇 怨声飞扬 我倒想听听是些什么怨声啊 民间传言 田文静判官司 不问有理无理 只问有钱无钱 如此说来 他是个贪官 这倒也不是 我听你说了吧 田文静判官司 是有钱的输给没钱的 钱多的输给钱少的 是吗 由此一说 承明 田文静是不是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地方 为了爷 下官如何不才 也不至于挟私报复 再说 下官为官谨慎 也不怕他和我过不去 贝勒爷若是不幸 扬州地方的同僚都在这里 贝勒爷 什么 可以问问他们 车大人为官清正 下官等都是有目共睹 为官清正 以民无法 看来本贝勒 还真得薄举薄举你啊 带上来 走 跪下 小的该死 小的下了狗隐 不知道是钦柴大人驾到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车大人 在 这些女孩 你还准备送给任大人吗 不不不 下官立刻送她们回家 任大人 在 这些可都是送给你的 车大人干的这件事 下官并不知情 请四贝勒明察 此事任大人却不知情 不知情 在下整日忙着震灾 安置难民 我哪里有心过问这些事情 都是他们诚心添乱 却与下官无关 当然听凭贝勒爷发落 车大人 在 下官在 你既然如此慷慨 我倒想借你一样东西 不知可恳相赠 看 看 只要是下官有的 贝勒爷 但请开口 我想借你的顶带刨斧 这 大人 怎么 你不肯 贝勒爷 这顶带刨斧 乃是朝廷赐给下官的 请 请能言计 田文静的顶带刨斧 不是也让你借给人家穿了吗 这 你的就借给田文静穿穿 又有何妨 贝勒爷 贝勒爷 你倒是借还是不借 我贝勒爷